位于基辅近郊的安托诺夫机场真的清空了 最新卫星照曝光 原本停在机场内的俄军战车装甲车 现在已全数撤走 前一轮和平谈判成功让乌克兰夺回基辅周边的掌控权 而乌军的下一步是迅速增强军力 除了美方日前宣布将提供乌克兰的杀手级无人机弹簧刀 乌克兰驻日本大使透露美方要再加码 这高达3亿美金的军武大礼包 包括装甲车弹药以及反无人机系统 英美联手送先进武器当乌克兰的靠山 要让各式军武相形建筑的俄国军队知难而退 三里新闻 环织莫党 带准备 赠塞